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勤婚礼全方位工作室的 真风勤小姐 欢迎 小琴你好 那一开始想先请小琴 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什么样的经验 或是起心动念 让你想要创立 勤婚礼全方位工作室这个品牌 当初在幼儿园当厨卖的时候 然后每次看到家长来接小朋友的 那种温馨快乐的画面 会让我想要去另外接触到这一块的领域 所以我有就是请朋友去帮我介绍这些 这一块的领域 然后从原本没有接触到这块领域 到现在十年来 那我感觉到说 我们可以持续来创造更好 更美好的 屋心画面给各位新人这样子 好 所以就是有点想要渲染幸福的氛围 然后带领给更多人 然后也想要透过婚礼的一些愉快的氛围 幸福的氛围 然后感受新人传递的开心幸福 然后也渲染我们自己 然后在那个工作环境中是非常开心 幸福的 每天开心 然后在工作上就可以体现出最好的服务给客人 对没错 那也想请小晴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让你遇到比较挫折的人事物的经验 有 然后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然后我们比较深守一定会遇到客人跟你说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那我们会尽量尽所有的一切去满足各位的新人的需求 会努力把它做到好让新人可以说 他们在送客的时候 拍照起来会觉得说 这一次的花费是有意义的这样子 然后以团队来讲的话 他们有就是也似乎有一点点的小处策这样子 但那个都还好都有办法去克服这些问题这样子 了解 那所以说让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透过学习 然后透过每一次的经验 然后让自己的服务可以更加完善 然后提供给新人更好的服务 没错 然后我相信这十年来的经验 一定也可以让小晴用最好 然后最新 然后现在的新人是最想要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小心都可以呈现给他 没错 那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新人 都是非常的讲究 细节 然后布置啊等等的 那在那么婚礼的这个产业 那么竞争的情况下 你觉得目前我们这个品牌 想要体现出来的企业核心价值是什么 让各位新人愿意来跟我们下定日子 然后就是会员会就是不定时的做活动这样子 让各位新人说他们能来下定我们这个商品 让他们呈现说他们所想要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了解就是有点小晴想要表现的是希望客户想要怎么样的服务 他们都愿意去为客户进到最大的力气 然后去呈现出客户最想要的样子 对没错 以客为尊的理念 对 去服务每对新人 那这边也想要请小晴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请婚礼全方位工作室 有提供的服务有哪些呢 有毕业的布置 婚礼布置 然后开业 对 然后又有你的毕业点的样子 了解 那你目前接最多的类别是哪一个服务最多 就新人来接洽我们的物质量子比较多 然后我们其实只要有人来跟我们下定 我们一定都会接 对 那目前有服务到外导的部分吗 目前没有 那如果说客人这边有需求的话 外导是有接的吗 外导会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你要把所有东西搬到那个船上面是比较难一点点的 了解 对 所以目前我们全台湾我们小晴都有在做服务 包括到宜兰台东 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婚礼 你觉得那场婚礼是非常特别的 在台东那一场蛮特别的 因为刚好那一天又下雨 然后他们他们是属于原住民的那个婚礼 他们就是结束后还会在那边绕圈圈跳原住民的舞蹈 我看蛮稀奇的 了解 对 就是因为其实他们原住民呈现出来都是很团结 然后很轻松很愉快 也很亲密这样子 对 所以就让小晴印象非常深刻 对 那有没有曾经什么样的新人或是说有曾经怎么样的顾客给你什么样的反馈 对 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然后你也觉得备受肯定跟支持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每次他们结束之后都会反馈给我们的就是说他们布置很漂亮 然后亲朋好友家人都很喜欢这样子 然后我们都会跟他讲说有你们的肯定是我们原动力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什么样的反馈 然后可能是场地布置啊 或者是说什么地方很触动他们到他们的心 感受到小晴你们团队的用心 然后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 然后真的是很温暖的内心这样子 最深刻的就是场地有限 然后我们会想尽办法一切办法就是复制到他们所需要的呈现方式 然后他们在送客完之后觉得很温馨 然后我们会克服任何的困难 帮他们用到很完美这样子 了解 可以感受到小晴对于细节也都是非常的要求 然后希望全方位都可以给客人到最好的 没错 所以我相信客户也可以感受得到 才有办法给你这么温暖的反馈 让你印象那么深刻 对 那小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对于品牌短中长期的规划是什么 短期的话就是 可以更加的努力 这样子服务各位新人 然后中期的话我们希望说可以 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伙伴可以说尝试看看这样子 后期我们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伙伴加入我们 了解就是希望品牌可以越来越壮大 然后甚至是之后要到比较远的地方都可以很快速的去服务到客人 没错 那对于自己未来的期许跟展望或是团队的未来期许有什么样的想法 当然是对自己的期许的话呢 就是说可以越来越壮大自己 然后可以更努力的去服务各位的就是各位新人 然后让他们有种就是毁到家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面的期许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 扩大这个团队 然后我们后期可能就是会跟其他的团队合并这样子 了解 那可以请小琴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自己增进 然后茁壮的吗 就参考其他厂商的团队啊 就是看一些影片 像汽酒狗们那些都是从那个YouTube那边上去看 然后下去自己慢慢摸索 然后团队的方面的话是找 就是有认识的 请他们帮我们就是说牵引他们 就是他那个对方跟我们 教我们那个怎么去用 然后如何呈现这些更好更漂亮的物件 让新人去感觉到说他们所要的需求会让他们 了解 就是小琴让自己茁壮的方式 其实就是去网路上也好 或者是询问同意也好 让自己可以吸收更多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然后甚至是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然后透过跟朋友的相互增长 然后互相的依次鼓励等等的方式 然后让自己也更精进自己原本所有的技能 那这一最后 请问一下小琴 就是目前你在婚礼的这一个布置的产业已经待多久了 快十年了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前辈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给我们正在想要创业的朋友一些经验的分享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业的建议吗 我的话是从一张小白到现在十年来 中间的挫折是也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说想要加入这一个行业一定要有那种决心 还有想要服务客人的那种认真与态度 创业的话我基本上是建议说要有很大的决心 要有就是自己身上会有那种想要服务更多人 让他们有种在服务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的感觉 所以说你希望可以让想要创业 甚至是想要跨领域到这边的一些创业者 然后可以希望他们让自己的态度拿出来最想要努力的那一个决心 然后以及把自己的热忱也投入到这个产业 或者是投入到自己想要的品牌里面 那就可以把自己的品牌越做越好 然后有一天也一定可以被看见 甚至是跟小琴一样把一个品牌经营的那么久 那最后有没有想要鼓励给我们创业者的一些精神喊话 创业者我们是希望说那个想要创业的潜艇 你要先去学习从没有到有这段期间的所有的学习事物 还有面对所有的客人朋友 你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们 然后你该用什么心态去对待他们 然后你要做这种物质的方面的话 需要说要有什么决心下去做 然后就变成说你要很有耐心的去跟客人沟通 整个这一块的区域的问题 然后客人的需求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东西 想要呈现所有的拍照的内容 还有那个气球的部分 然后舞台 还有他们整体起来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我们我很鼓励说想要创业 不知道从哪边下手的可以从网路上还是YouTube下去看 然后来多多认识说 这是这个行业的好处与困难度在哪边 因为我觉得说我从没有到有这段期间 其实也很多挣扎 有前几年会有想说要放弃 但是我们都已经做下去了 一定要坚持住 坚持到现在十年了 我们的团队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鼓励大家想要创业的朋友们可以斟酌一下 了解就是评估好任何优点 跟可能比较困难的地方 看你自己是否可以承受 然后是否可以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只要可以的话 我们一开始只要投入进去 我们就要坚决的心把我们这件事情做好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体现出最好的样子 给你想要呈现的顾客 然后也可以让品牌就像小青 把我们的勤困力全方位工作室一样 经营的那么长远 那我们也很期许很期待未来 勤婚礼全方位工作室 可以把这个品牌越做越大 然后有一天可以甚至到外导服务不一样的客群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曾风琴小姐 谢谢小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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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